前文在族书接上一回 上集我说到黄赵兄和郡主开了三日汤药 郡主吃了之后病情大友好转 皇爷心里就很欢喜 黄赵兄提出要亲自去配两条秘方 庆早就要起庭 皇爷款待的时候 叫家庭拿出两百两白银和十条金条 以及很多的珠宝说要送给黄赵兄的 好作为囚者 但是黄赵兄说 皇爷 这些银子已经足够我们买药和做路费之用 那些金就请你收回去 行俠仗义是我的本分 皇爷见这样就觉得很奇怪 金不要保又不收 于是就叫人张俠拿走 又命家人从后边拿了个黄断包袱出来 皇爷接过包袱亲自打开个麻花扣 里头还有曾钦断 他又打开了钦断 拿出一件新手一样 大家举目观看 这件事既无奇光热无异彩 连沙里金沙里银各阵西 浪界都未曾见过 原来这件不是什么 是一件黑色的坎坚 皇爷仰开的时候 那件坎坚声响 不过那我看久了就觉得似乎 好像有些黑纹噴出来 这样 王赵兄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了 皇爷 是什么来的 皇爷就说了 王先生 这件坎坎坚声响 有多贵 我也搞不清楚 我现在胖了 已经穿不下去 我看你的身材很合身 他不是我早上所存 是十年之前 一个从苏州来的大商人 一定要拜会我 送我苏州的囚团 珠宝玉旗 我都没有要读 这个人精东四书五经 好有墨水 他在我府中住了几天 谈得好投机 他感谢我盛情招待 在临行的时候 拿了这件坎坚 说要送给我 这件事是他早传之物 穿着他冬天不冷 但夏天不热 刀枪不入 到底他是不是有这么厉害 我就没试过 今天就赠给你了 皇爷 这么贵重的东西 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我怎么能够要呢 还要说君子不夺人之所好 还是皇爷你自己留下来作纪念 你放心 我说出来的说话是不会收回头 我现在身体肥胖了穿他不下 游母仔要他有什么用 你若果不要的话 我真的有点不是多高兴了 沙里金沙里银联王插口就说了 黄先生 你不要辜负黄爷的一片心意啊 收下来吧 黄赵兄就说 既然是这样 我就愧售了 多谢皇爷 拿了去吧 黄赵兄满面起色 双手接个包袱 就等一边 沙里金沙里银 大管家浪界 和教师爷郭振西 心里头不是什么滋味 他们想 我们跟随皇爷这么多年 都未曾得过这样的恩宠的 人家刚刚和皇爷相处 才没有几天认真救运 得了一件弃势之宝 看来这个人二十多岁成俠 将来前途实是无可限量 这个时候 皇爷就问黄赵兄何时动身 黄赵兄双手抱拳就说了 黄爷 我们明天早上一早就起程了 好 越快越好 那今皇爷心里头好欢喜 天天早上 黄赵兄他们大足路费 辞别了皇爷上路 他们路过大庙 先看望桑木金老合 黄赵兄就将在皇爷府衣病 皇爷赠他堪金的事情 说出你 倒出你 桑木金很高興的 说 哈哈哈哈 哈哈,赵兄,那我就放心了,你得到王爷的信任,并且朕亨坚给你,那真是好啊,不过,赵兄,你侍奉这些人一定要配家小心, 对于说,半君与半虎,他们反转朱土就是死的了,另外,我已经委托四方的标下,和各个武林门派的门长,写到信给他们,叫他们赶兵大庙聚集,做我们百侄一臂之力,好搭救你的父亲, 你去归发城之后,就再去替我拜访一位老隐士,这位老隐士姓吴智港,在江湖上人称王河隐士,吴智港,各位,这里就要和各位交代一下, 吴智港是何计人也,这个人武艺绝伦,小时候就很有志气,熟读四书五经, 二十几岁那时,变卖了自己的家产,自费赴大西洋学机械制造, 在国外十年,回来之后,就想发展工业,但是由于当今朝廷闭关自首,就使他没办法施展, 就被逼研究起各种的机关埋伏,什么走线灵,自行人,煤花刀,子墓刀,等等等等, 所以有很多大家贵人,就为了安全防策道,就请他去制造各种的翻版陷阱之类的东西, 那桃义姓就聘请吴智港在金龙照庙里,搞了很多机关陷阱, 听说花费了上万两的钱钱这么多,桑木金又说了, 我们要破金龙照,救你的老爸,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如果我能够得到这个吴智港的帮助,那就是易华为格多了, 你去归化城,一定要想办法将他请你, 我这里有封信,你给我带给他, 好啊,伯父,我一定照你的说法去做, 黄照兴从桑木金手中接过信,就将他放好, 就和三岭人告别桑木金和琪琪甲,就直接归化城而去, 一路之上,两人又说又笑, 不知不过,已经来到大清新的脚下, 他们走进了一条山沟, 哎,见到有一股泉水, 散散地留着十分清凉, 他们放开一些马就等他自己去饮, 就在这个时候, 从他们的旁边突然来了那十八九岁的老人妹, 手里头拿了一个瓦罐, 看样子是来拿水的, 黄照兴等姑娘走近的时候, 很有礼貌地说, 这位妹妹, 麻烦你将我瓦罐借来用一下, 我们想用它喝点水, 姑娘望了望两个人, 嘴巴都没出, 看来是害臭啦, 就没有直接将瓦罐递给黄照兴, 而是等得在泉水边, 黄照兴轻轻拿起瓦罐, 瓦罐了喝了好几咖, 然后就顺手递给沙里银, 沙里银喝完了, 那才把瓦罐放回泉水边, 向姑娘说了声, 麻烦了, 那个姑娘满嘴笑了笑, 就依然没出声, 黄照兴喝完泉水就感到很舒服, 不如举目四望, 见山坡上面伸满了那些华树和孙祖树, 人家间中有几棵烟土, 无数的山丹花开得正望, 好似一团团的火焰, 山脚飞来, 滋渣名叫, 再加上泉水叮当, 整个山坡就显得相当活跃, 黄照兴口就问姑娘仔, 请问妹妹仔这里叫什么地方呢, 奇怪吗, 这个老人妹猛那么拎头, 是不说话, 他们就起初以为这个姑娘是雅的, 但是又发现他商议不聋, 不像不懂说话的人, 山里人就觉得事有QK, 心想, 好, 我一如价价以拿走你的瓦罐, 看你讲不讲话, 他弯低条腰, 就把瓦罐提到手中就说, 喂, 兄弟, 我们走吧, 黄照兴也看出山里人, 是想试探姑娘的用意, 没什么表示, 两个人一转身, 大戒衣就想松人, 但是当我们刚刚走到马的筋前的时候, 只见那个姑娘张身一躍十声, 已经站到他们两人前面一丈多远了, 黄照兴沙里人不敢打到个突, 哇, 好功夫, 好功夫啊, 沙里人十声就把那个瓦罐调向姑娘, 只见姑娘微微一笑, 见瓦罐过来用脚尖一跳, 洗脑一洗, 仙人踢球, 那只瓦罐飞到半空之中, 等瓦罐落下的时候, 姑娘猛烦着上边的绳子, 然后行到泉水边, 打满水就飘然而去, 哇, 那动作干净利落, 两个人望着姑娘的背影, 好惊讶心想, 这个山野之中也有高人, 真是不说一笑啊, 他们上了马就沿着泉水而行, 转过了一个山坡, 沙里人指着前边出现的希希罗的土房就说了, 喂, 那这条村呢, 就叫做马加点, 现在天时不早了, 我们就在这里投缩了, 黄赵轩就说了, 好啊好啊沙大哥, 你说怎样就怎样了, 他们刚刚走无几远, 迎面走来一个人的肩膀上带着那把鱼头, 大概是三十岁上下的年纪, 穿南挂吹, 黄赵轩仔细一望, 心里头一阵高兴, 哎呀好啊好啊, 沙大哥快点落马, 这位是马加点的大义士马大山啊, 三十岁上带的这个人, 但未曾见过面, 两人翻身落马, 走上前去, 这阵马大山也认出了黄赵轩, 他等下那把鱼头, 好远就叫住话, 喂赵轩然底, 哪一阵风把你吹到来我们的山口道的, 哈哈哈哈, 来这里有什么事啊, 黄赵轩拱手施礼就说, 大哥, 小弟是去归化成办事, 路过这里, 喂, 你一向几好啊, 马大山就说, 哦哈哈哈哈, 好好好, 现在是晚了, 你们不要再赶路了, 就在这个穷乡碧阳, 休息一晚, 明天才再走啦, 大哥, 我们正想打扰你, 哎呀, 什么说话, 什么说话, 黄赵轩说着, 就从山里人介绍给他, 两人比此客气多几个, 马大山就替黄赵轩, 就牵过马, 一边讲笑, 一边走, 已经走进了村了, 他们拐了个弯, 就来到了马大山的宅院, 嘿, 这个院子好阔落, 他的房子全部都是土木结构, 两人就请入屋里头休息, 很快就到掌灯时分, 马小山也回来了, 大家寒圈都几个月, 又醉了别后之情, 这阵黄赵轩说起了, 泉水边饮水如姑娘的事, 就问马大山了, 大哥, 是啊, 你知道不知道那块叫什么地方呢? 马大山就说, 哎呀, 有多远啊, 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那个地方的名字认真不好听啊, 何况你们又喝了那里的水? 自然问到谁, 谁都不会告诉你们了, 为什么呢? 嘿嘿, 不要再问, 不要再问, 知不知道都没什么所谓了, 马大山一边讲一边笑, 但是年轻人始终生性好奇, 三年人想急于问个水落石出, 马大山就说, 既然你们要问了, 我都没办法, 一要告诉你们, 不过你们不要生气, 听着, 那里叫做饮炉溝, 黄赵兄和沙里人一听放声大笑, 那才明白, 姑娘所以不跟他们讲话的原因了, 哎呀, 就在这个时候, 从外边传了一笔女子的声音, 哎呀, 阿哥呀, 来到什么贵客呀, 你们听得这么热闹的, 我能不能进来呢, 阿妹你进来吧, 马大山华阴光落, 门脸的脸龙揭起, 轻轻涵到一位姑娘, 黄赵兄和沙里人定眼向前一望, 当痛打到个突, 进来的并非别人, 只是他们在泉水边遇到的那个外人, 那个外人会了, 这个外人会也认出了他们两个人, 低下个头猛笑, 马大山将黄赵兄和沙里人介绍给他, 原来这个姑娘叫做马小英, 是马大山马小山的妹妹, 他一听阿哥介绍, 就联盟上前施礼话, 两位庆长, 刚才多有冒犯, 请受小妹一拜, 哎呀, 小妹小妹不用客气, 都怪我们多口, 黄赵兄就不好意思说出球孙的话, 马大山这个时候他说, 小妹又不要说那么多了, 快点和你们两个大哥准备饭菜吧, 是, 姑娘答应一声就走出去了, 没多久, 就见这个姑娘将那些落饼, 炒肚豆丝, 木酥汤拿进来, 招呼大家吃饭, 接着马大山就安排黄赵兄和沙里人休息, 到了第二天, 黄赵兄和沙里人离开了马家店, 沿着大千山的盘旋小路, 慢慢走向龟化城, 中时分他们就来到了霸口子, 霸口子是一个地方名, 登高远望, 龟化城也就尽收眼底, 他们觉得天气很暖和, 才知道大千山南北的气候相差很大, 六月这里已经是暑热天时, 而山北那边, 面纳还未脱, 此见这个霸口子山坡上下草木仓落, 野化桃香, 行此挂满之头, 山里人就说了, 霸口子夏天很凉爽, 你知不知道, 传说萧太后还来过这里避暑, 从这里向西走十多里, 就到烏素图了, 那里就有间照庙, 住持喇嘛, 叫做云嘉斌, 和我好老友好友来往的, 我们就去烏素图照庙那里过夜啦, 黄哲婉就说, 沙大哥, 那里就是你地方熟啦, 小弟一于从命就是, 他们向前走着, 忽然从没多远外边的树林里头, 传来都抹的西名色, 接着就听到有人叫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叫声好凄惨, 回荡在山口之中啊, 黄哲婉杀令人一听不敢大惊失色, 难道是过路人遇到强盗, 他们沿着声音的方向传出来, 到走过去, 飞马冲入树林, 寻了半日, 无法疑人只见一波树前绑着一匹马, 全身上下雪白, 而且还备有马鞍铺着肉套, 见那个肉套胀胀胀不知里头装着什么的, 他两个人又寻了一阵, 在树林向北的扣咬里头, 看到一个人这么高的草被踩低了, 沙利盈突然眼前一亮, 他就对黄哲婉说, 兄弟, 快点来快点来看一下, 这里躺着一个人啊, 黄哲婉快来到沙利盈的跟前, 落卖一看, 见地下躺着的是一位男子, 大概二十多岁, 留着两撇胡桑仔, 身材很高, 梳住分头, 伸穿咖啡色的西服, 里面是雪白的衬衫, 打着花靈胎的, 他穿尖皮鞋, 他面色又黄又青, 两眼紧紧地闭住, 从掌上和打扮判断, 他无疑是一个外国人,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 西洋人来大清国土经商全教的很多, 有些人就趁机抢掠财保, 奸淫妇女遭进坏事, 黄照英、沙利人他们看了很久, 就并没有发现刀痕和血迹, 旁边吊了一支弹筒的聂枪, 看他迹象不像被人所杀, 况且他的马安然无恙, 沙利人就有些不耐烦他说, 兄弟, 我见到西洋人就很恨他们, 快点走吧, 不要理他, 他们这些人是活该死有余的了, 黄照英就说, 沙大哥, 对西洋人不能一律这么看, 他们当中都有好坏之分的, 让我看看他究竟是不是因为突然发病而死的呢, 说完之后, 黄照英乌低的身, 就跟这个人拔了拔墨, 咦, 没曾死, 没曾死, 那身还在生意, 墨卜还在跳动, 黄照英突然发现这个人的右腹脚被撕开了很大的三角口, 他突然惊叫说, 沙大哥, 沙大哥, 这个人被蛇咬了, 沙里恩并没有理会黄照英的说话, 黄照英四周围这么稳, 他找什么, 找一条蛇大蛇, 已经不知道去哪了, 他马上和兜狼之冬拿出一个小包子出来, 拿出一粒很小的解毒药丸, 塞入那个人的嘴里面, 然后就对沙里恩说, 大哥, 救救他吧, 俗语讲, 害人之心不可有, 救人之心不可无, 他肯定是打烈的时候, 不慎被毒蛇咬了, 你拿着碟枪, 我背着他去照苗吧, 沙里恩有点无在他心里想, 或者这个洋人不是坏人, 兄弟有侧引之心, 我都不能无人前味, 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于是他就说, 好兄弟, 这样吧, 等我来背他吧, 黄照英就说, 不用不用了, 我背得了, 只见黄照英双臂一房, 握住这个人的两只手臂, 踏车就踏到自己的背上, 那沙里恩就带着那只蝎腸, 一直落了山坡, 他们来到了那批白马跟前, 就将这个人扶到马背之上, 就让他趴在马上迫, 黄照牵着马, 又约上自己的马, 他们又向西行了七八里路, 来到了乌素途照苗的门前, 那位这间廟就不是太大, 外面围着红色的墙, 里头见有七八棵古虫, 粗壮的树干向外面伸展住, 他们刚刚想敲门, 真的说了没那么巧, 就听到两线廟门, 一声开了, 从里头走出了个僧人出来, 这个僧人中等身材四十几岁, 面口红泡泡, 慈眉善目, 头戴元宝式的纸段增帽, 脚穿开口增鞋, 高筒纹, 手里头拿着一寸素珠, 沙利云一望, 这个僧人并非别人, 只是注持喇嘛云嘉宾了, 联望向前施礼说, 云大哥, 你几好嘛, 哦, 是沙利云, 你们从哪里来啊, 沙利云就说, 我们由四子王岐来, 要去归化城, 现在天色以恒, 入城又不方便, 我们打算在这里借宿一晚, 你就行个方便啊, 云嘉宾就笑着, 哦, 哎呀, 阿弥陀佛, 什么话, 什么话, 来我这里还洗不下气哦, 他一边说话, 一边向庙门里头叫了一声, 来人啦, 没多久呢, 就从庙门里头跑到个喇嘛仔出来, 一看来了客人, 一匹马的身上, 还陀着一个人, 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帮手将马拉到庙内的一个院落, 他们七手八脚地将这个洋人, 放到蝎堂内的一张床上, 喂好马, 那才是分宾主坐落, 喇嘛仔又献上香茶, 沙利元喝了一口茶, 他就说, 云大哥, 我跟你介绍一下, 他指着王朝兄说, 这个就是我的兄弟, 长城大俠王朝兄, 神医妙手柳弘图路剑客的徒弟, 云嘉宾就说, 哦, 听说过, 听说过, 啊, 莫非就是龙城镇打雷, 郡素不极合的那位英雄, 沙利元就接着说, 没错没错就是他, 刚刚遇到这个洋人被毒蛇咬伤, 赵兄兄弟, 不管我的反对, 一定要救他哦, 阿弥陀佛, 哈哈哈哈, 你为兄弟, 真是一位慈善心肠的人, 俗语讲, 救人一命, 胜做七级浮沫, 佩服, 佩服啊, 那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就听日自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